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人活着器官 如果活着的时候 那要过世了 器官还可以用的话 就捐赠给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事 那后来就 因为我在做头发 那就碰到一个客人 那个客人 他是他女儿在长庚当护士 有一天他也是意外 就车祸 所以他那个客人就把他女儿的器官捐出去了 然后他就 那个长庚会有立一个牌壁 然后他每次去的时候 他就会去那边怀念 然后他告诉我这一些 勾起我小时候的一个观念 然后我就 每次我跟我先生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告诉我先生说 以后我如果就是过世了 你就把我的器官捐了这样 就反倒是您的先生先过世 对啊 对啊 经过就几年以后 没有想到他就是发生车祸了 那是什么情况 您应该当时很震惊 我以为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送到龙肿的时候 他全身都是好好的 也没有外伤 也没有流一滴血 所以我不知道是那么严重 所以我就觉得说 应该他可能一生急救 就会好了这样 我还想说他如果醒过来 好好的骂他一顿 怎么骑这么快这样 后来呢 后来就医生告诉我说 就呈现脑事了 但是决定器官捐责内上 那其实是苦难的开始 因为可能你的公婆 你的亲人 你的家属会不谅解 你说你的公婆同意吗 还是说他非常非常不谅解 你这个决定 因为那个时候是公婆年龄都 大概八十几岁 九十岁 所以就找他的兄弟 然后找四哥他就说 这样的决定他也是蛮赞成的 但是二哥不是非常赞成 那他们怎么说的呢 不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呢 不赞成他觉得说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活教的就会觉得说 要全是 甚至会觉得说 你好像捐眼角膜出去 先生可能会找不到回来的路 你有说他这样责难吗 这是民间一般的说法是不是 当然是无极之谈 那你有你的公婆 会这样骂你 责难你吗 是没有啊 当时要决定这个人 没有想那么多啊 他们要有的一个状况就是 他公婆一直想要知道儿子好不好 你有想去找吗 有有有 那个时候因为我公婆的身体 我知道不是很好 所以我很希望说 我能够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说证者还能够说 有个回应 让他们知道的话 这样是一件很好的事 才不会成为以后的遗憾 他会觉得说 他儿子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他 因为他的器官还活着 后来你的公婆有达成愿望吗 就没有啊 连续这样第二年第三年就过世了 那你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想去再找找看 因为当时是一直想 想要找这个受证者来圆这个梦 就是圆公婆的梦 但是都没有找到 所以就后来就觉得说 这样就让他过去了 但是我就会想说 我很想再了解 就是说器官捐赠的一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就很用心地投入协会 像我们刚才听到金妈妈讲的 还有小燕妈妈更是让人不可思议 小燕妈妈儿子要等待换星 始终等不到 找不到配对的 是不是 时间拖得很久 最后耐不住了 结果过世了 结果不但他自己 把自己的器官捐出来 他没有等到还捐出自己 这是怎么决定的过程 他发病 刚开始发病的时候 是觉得胸闷 一觉得胸闷一检查出来 就说要等心脏了 那这样子 我们也不是很希望等得到 因为我儿子也说 要等一个心脏必须要牺牲一个人 所以他真的他的心肠很好 所以他也不是很乐意等到 那我是比较用乐观的方式说 一定有医药方面可以去治疗 所以我们等时间一直等说 只要时间拉长 那有新的药就可以治疗我们小孩的病了 我们也不希望牺牲别人 那在这三年的过程 他越来越觉得说应该他没有办法等到 新的科学 那个医学上的那么发达 所以他就 他自己写的日记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到他往生以后处理他的事情 我才看到 他其实他也有写日记 他要监气管 那然后在我这三年在照顾他的时候 他是有稍微的在讲 因为我们家是比较传统 所以他不是很敢讲 那他有稍微在讲 我是还可以接受 我是说因为他有跟我讲过了 所以我慢慢可以接受说 那妈妈知道你的意思了 那个时候他几岁 他才十三岁发病 十六岁走 十三岁发病 十六岁走 在这三年他交代了很多 他就说他如果没有等到的话 请把他有用的东西 发挥在别人身上这样子 那刚开始我觉得说你不要乱讲话 你一定可以等到 因为姐姐都说我们要保持那种意念 说弟弟会好就一定会好 你不要一直想说弟弟不会好 那这种意念的话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一直保持说他一定会好 所以我们从头到我们全家都没有面对 面对说有一天他会走他会死 听说您在医院里面照顾儿子 整整照顾了三年 结果儿子还是走了 您非常自责 非常自责 因为如果可以重来的话 我不会让他受那么多苦 真的 你不让他受那么多苦 有什么方法呢 更好的方法呢 一开始我就不要让他生病 我会进一个禁止的妈妈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他先天性的心脏 不是先天性的 他是突然胸闷 所以是我的疏忽 真的 你不要自责 米苏长 您对他的情形一定也了解 我一直觉得没有人愿意生病 那病痛早上我们 也不是任何一个旁边人的所能左右 小爷妈妈这个自责 你会带来一辈子自己心里的不痛快 因为他好乖巧 而且他真的好善良 善良到 因为你们不认识我儿子 所以你们没办法体会他有多善良 在家里从头到尾 我们家是都是他一手 然后只要看到路上有小鸟 很可怜他还把他带回去养 反正他的心态真的是善良到 让人家没办法去解脱说 为什么一个小孩子 才13岁的小孩 有办法说做到这样 这么善良 然后他器官捐证 这个时候我真的也很挣扎 一方面因为是我照顾他的 他要我去完成他 这个心愿 那爸爸不太同意 所有长辈都持着反对的态度 那我那时候我也很挣扎 我又怕他会痛 也是很不舍的去做这个决定 但是他一定 我一定要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因为我没为他做过任何 让他高兴的事 我是这么想 那当我的小孩真的好辛苦 他很幸福 他的孩子在一篇日记里面 一个自我告白 我觉得可以提一提那一段 他就不管他旁边有多少的反对 他很坚持 一定要做这器官捐证的决定 对 他真的很坚持 他 我真的不知道 写了一篇说 如果有一天我活不下去 我不能等一颗心 我应该要 就是等一颗心表示 才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是 那他就说 我等不到那颗心的话 我不能等一颗心 但是我希望 如果我妈妈我活不下去 我要把我的器官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 我觉得妈妈教得很好 妈妈在这么多亲友的反对之下 还是要完成儿子 年幼的儿子的心愿 我想他受到的心理的压力 一定非常的大 你的亲爱的儿子 虽然他离开了你 他没有等到心脏 可是你的儿子 还有很多器官 生存在我们生活周遭的环境中 你的儿子还在呢 所以说我觉得 他有一天在病床上跟我讲说 妈妈有一天如果我走了 你顶多痛个两年是最痛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痛个两年 因为我没遇到过 我也没有接触过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后来第一年我 因为他是快过年的时候走的 第一年我那时候我 我几乎是很怕过年 那个过年我真的好可怕 他不在身边真的没办法过 整个家里是十七成长 那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个过年 然后再来接触的年结 我都一概都不想去喷出来 然后后来慢慢觉得说 儿子坚振器官 然后吴秘书长这样 让我知道说坚振器官的伟大 后来我越来越觉得 我儿子好伟大 就慢慢的比较可以释怀说 我儿子不是离开我 他是有让更多的人在陪伴我 对 所以我现在比较不是那么的 比较坦然一些了 像小颜妈妈 她刚刚开始真的很想不开 是 现在虽然她流着眼泪 但是心里还是心存了很多的安慰 因为你的儿子一爱在人间